字幕作词 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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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的作品是位在哪里的房子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作品是在内湖的套房 这次不是套房就是两个两房一厅 之前也曾经开箱过包含我们上一集的北投的物件 其实也有看过就是公寓格套里面配置的两房一厅 所以大家对于两房一厅的配置可能不会太陌生 所以两房一厅会有哪些是标准的空间的配备呢 ok 两房一厅一定有的话会有一个舒适的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的重点就是你要把空间感做出来 不能是感觉很小的那条客厅 因为我们公寓格套配出来的两房一厅 老实说空间不会太大面积不会太大 但是其实空间感的营造其实相对来说是蛮重要的 对 没错 然后里面的客厅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会有一个双人沙发 这个双人沙发的话最少要一秒以上 为什么你才能坐两个人 最好的话你可以到一米四 那可能坐三个人 三个人更舒服的 对 然后你再来你还会有一个什么 还会有一个茶几 那这个茶几你千万不要买小小的茶几哦 你最好是偏长型一点的 为什么它比较符合两房一厅这样子客厅的感觉 那再来呢 还会有一个不能小于40吋以下的电视哦 哦 这样看起来我们客厅才会有气派的感觉 对 那其实啊 我们的两房一厅里面也会有一个小厨房 好所以那个小厨房呢我们跟我们上一次的北投的设计 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OK我们这一厂的这一厂的小厨具 那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的业主他非常的用心 他希望给房客更多的收纳 嗯 还有更多的整整体性的厨具的使用的感觉 对 所以他这个的话他上面他有做了有做上柜的收纳啦 好然后还有整体的整个风格的配色都是很协调的 嗯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有有有回想到我们上一场北投的那个物件 对 其实也不能说只是北投 应该说很多大部分的储具呢 很多都是平台上面可能就做承拔架 是 好所以其实要像这一场的业主他指明就是要做到完整的上柜的收纳 其实算是还蛮少见的 对 对那的确呢他会就会帮房客增加蛮多的收纳的空间 对那其实啊我这边买一个梗 其实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两个设计 等一下我们再请李威在Room Tour那一趴的时候在跟大家导览 我觉得那两个也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佛系的房东 哈哈哈哈 对好 那其实啊我们刚说的这个客厅呢 除了我们刚说他连接厨房之外 其实我们这一场他也有一个我觉得很贴心的地方 就是他在开门进来的地方他有放了一个小小的鞋柜 哦对 对其实在我们套房的鞋柜的话 那鞋柜其实是很占空间的 那我们这个做的话稍微比较薄的 轻薄 轻薄 那他最主要收纳的话可能会收纳你长穿的鞋子 对那这样子其实会很方便 不然房客他可能要自己要买鞋柜或者是鞋子就乱放了 对其实啊我们刚说的厨具的旁边呢很常遇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厕所 对好那这一次的厕所呢他一样是没有对外窗的 好那因为大家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两面采光的公寓 很多时候厕所都刚好会是在侧边 嗯那如果刚好我们这个房子并不是边间的话 很多时候这个厕所很含有被外窗 对即便不是我们格套 而是一般的住家也都会有这种情况 好因为很多都是前后采光那个厕所就在侧边的中间 好所以像这一次的厕所我们维持之前的一样的设计 对对对 就帮忙他会有 会有独立的抽风设备 意思就是说隔壁抽烟不会影响到你 然后再来也会有我们干湿跟湿区独立的排水 嗯对所以我们可以做真实的干湿分离 嗯那再来也会有我们的 管理的工作或水头 对 就房客就不会有他就会有抽味的问题 嗯嗯 这些好像都是很小的细节 但是其实都会影响到房客实际居住的使用经验 好所以呢其实房客的使用经验好 他某方面说对房东来说 他的管理上就会比较轻松 不会常常在收房客的抱怨 是的对好那我们刚说两房一厅嘛 所以每一个单位呢都会有两个标准的房间 那房间里面我们通常会有哪些标准的配备 房间里面一定会有什么就是床 对而且我们在做收租屋不只是套房 像这个两房一体是收租屋的话 我们的床我们最好都是用线床 为什么你线床掀开来 其实房客还有很多的收纳空间 对那这一场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 就是房间里面有衣柜 但是因为这个的房间其实有一点稍微有 尺寸有一点点小 所以我们选择用什么用开放式的衣柜 但是开放式的衣柜 不是便宜简单的随便做 其实我们是用铁件还是用系统柜下面的抽屉来做 所以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让整个的风格是很完整的 而且其实某方面说它对它的收纳量其实没有减少 但是对它的空间感会觉得比较有穿透感 不会觉得就是房间里面放了一个很大的box 对那卡在那边就会感觉很奇怪 对然后它在里面呢 其实也有都增加了一些壁面的收纳 有一些铁件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也是等一下再请威哥帮我们Room Tour的时候 再来看一些这些小巧思 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说 这一间因为它的房间稍微迷你一点点 所以呢房东他也设想到了 房客有可能会需要在房内用桌子的请进 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些活动的家具 折叠桌来拟补这部分的 如果房客真的需要用的话 他可以再用折叠桌来补足 他需要用桌面的需求 那其实这一场啊 他的这两间两房一厅都有一个大阳台 然后这一次的动线我也觉得规划的非常好 就跟北同单一间很像 他都是两个房间都可以去到那个阳台 所以其实就是不管我是两房一厅 我们可能是情侣或姐妹或是好朋友 然后我们各住一个房间 那我们可以共用这个客厅 共用这个厨房 共用这个卫浴 然后当然共用这一个阳台 但是呢我要收袜子 或我要洗衣服 我不用一定要经过你的房间 因为你的房间就是你自己的 个人的空间 对 所以其实他对于隐私跟使用性 其实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好那两个两房一厅呢 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共红的区域 就是我们的走道 对 那走道会有什么呢 你做我们做合法套房 走道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 偷生指示灯 OK 然后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紧急的照明设备 如果当今天停电的话 他的照明设备就会亮 这一次我们做合法套房里面会有的 那再来呢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的配备 会有蒸烟器 OK 蒸烟器防止果栽 然后还会有灭火器 那这些都是合法套房里面 必须会有的 标准的配备 来走道 对 那当然那个电箱的规格 就不用特别讲了 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场呢 开箱里面都一定会讲到 他的电箱呢 一定都要是铁的 对 一定都是要符合电工房的铁箱 绝对不能锁在木头上面 对 然后再来呢 再来我们的大电 对 重新更换过的大电 在台电电表 到家里的这一段 重新更换过的 也必须经过台电的用电检验证明 安全检验证明 对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大门 一定都要是防护门 那一定都会有内政部发的合法的标章 对 一小时的防护时效 对 对 所以这些啊 都是政府他在把关 我们在做所有的改装 一定要兼顾的就是载重的安全 然后还有他的消防的逃生的安全 是的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啊 这一场他其实有一些设计上的新亮点 是我们之前开箱的房子里面还没有尝试过的 对 然后刚好呢 这一个房东呢 他也本身非常非常的有爱心 他也很兼顾就是房客实际使用上的经验 所以呢 我们请威哥呢 来帮大家导览一下这一次的设计呢 有哪些新亮点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呢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我们501房的 我们讲的小厨具 但虽然说我们讲说他是小厨具 但是他其实功能性都非常好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一样有独立的自己的水槽 那我们一样有我们的冷热水 那这里大家旁边下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亮点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进水器 OK 我们这一个的房东 这次房东非常的佛心 他希望 他希望给房客更多的使用 使用的体验 那再来呢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平常都会只是做个成板 出去做简单的成板 那但是这一个 这次我们的暗厂 他是有做上面的柜子 那打开来其实会有很多的收纳 那这一个厨具其实跟我们家里的厨具已经是接近很类似的了 那还有一个特别东西会是什么 对 大家可以看哦 这个我们特别有做了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活动的餐具柜 那它可以放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放我们的电锅 因为煮屋煮最会水身携带的家电就是电锅 OK 电锅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可以收纳进去 那再来呢 台面上呢 还有电池炉 我们可以煮水饺 然后可以煮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再来呢 我们厨具也收纳了我们标配的小冰箱 OK 那整个的板柴 各项的颜色的搭配 那其实我们都是有经过整个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这一间其实做的是现代的工业风 所以我们有一些像把手的部分 这个部分没有用心去搭配整个的颜色的色彩 然后板柴的颜色让整个空间厨具 它是融合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好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 但是呢 它可以往旁边推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箱 我们的电箱收在这个里面 那当然呢 我们的电箱 核包套房 一样有的安全 一点都不能少 会有里面会有什么 会有总开关 然后还有房客最重要最喜欢关的就是热水器 因为是电热水器 它不在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 电热水器 然后冷气 冷气的无容置开关 电灯插座 那还会有一个最重要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电磁炉 我们刚刚讲到电磁炉电锅 它们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回路 OK 那这些这几个独立的无容置开关 还有总开关 构成了这一个套房的安全性 我们走廊还会有开关 所以呢 套房浴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站在这个呢 它是我们的铁键的玻璃门 玻璃拉门前面 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铁键的玻璃拉门呢 那最主要是我们在Lune Tour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客厅它其实是没有采光的 OK 它是没有采光 那这样子的客厅其实是不舒服的 那我们设计了什么 我们设计了一个玻璃拉门 一个铁键的玻璃拉门 让外面的光线可以透进来 然后里面客厅也会有通风的效果 OK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样子的铁键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设计的小小时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漂亮的分隔线 有金玻璃跟雾面的玻璃 不同的质感的交接 OK 就可以做出它的设计感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一间设定的风格是现代工业 所以这样子的铁键 这样子铁键玻璃门 就会让这里的整个设计感是很充足的 好 我们现在来到房间的部分 那这个房间呢 它其实相对起来 它是有一点点小的哦 所以我们这边设计的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我们没有把整座衣柜放进去 我们做的是开放的衣柜 OK 它的下柜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做抽屉 做抽屉的收纳 那特别也做了三层 比较相对起来比较高的抽屉 那再来呢 上层的部分 上层的部分的话 我们用铁键 我们用规划铁键的方式 那房间它可以在上面做挂衣服 它变成开放的衣橱 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样子的铁键 其实能够呼应我们想要做的风格 现代工业风 用手边这边的铁键呢 它除了有装饰的效果 然后也帮这面墙做晃楼点击 那更可以的是 它会可以 是可以刮一些简单的衣服啦 或是长穿的外套 它是可以挂在这样子的铁键上面的 然后我们 后面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它还可以走出自己的阳台 它有自己独立的阳台 那这间房间的采光 其实是很舒服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台北内湖 两房一厅的开箱 非常谢谢 鼓主呢 借给我们这一个可爱的房子 让我们来拍影片 那大家比较喜欢501还是502呢 还是比较喜欢上一间北投的 两房一厅的设计 欢迎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跟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